还有童谋 嗯 有这个可能 我小铃拿 赶紧给我拿出来 我摘摸到你小铃啊姐姐 我是不敢比过去的 你头就头了 拿出来就行 张大利 你听我说句话 我摘摸到她小铃 放屁 她不叫张大利 我叫张小孟 看吧 怕了 大姐 咱这事有点乱了 好吧捋一下 哪个腿的 这不合心你吗 好 结果出来了 这要是真事的话 就离谱了 指纹的情况是这样的 现场除了这个树海人家里的指纹以外 就只有仙人的 然后 衣会那里也被翻得很乱 旁边的窗户 有被撬火的痕迹 丢了一条项链 初步估值呢 价值十万 你什么意见 姓名 王冯铁 王冯铁 你拿人家项链去哪了 我没拿到她项链 我是从哥比法国去的 你怎么认识张大利的 从网上来的 我来的好路去把娘了 我跟你捋一下 这里面关系有点乱 你先到张大利家 对啊 然后人家老公回来了 对啊 然后你害怕你就翻到隔壁家了 对啊 刚好隔壁家的主人就回来了 对啊 然后你又拿了项链丢下楼了 对啊 不对不对 我摘不得想了 你同伙呢 我摘不得想了 是张大利让我去她结束 你还要留下几个路呢 那你手机呢 我的手机呢 嗯 对啊 手机呢 好好想想啊 家里有丢东西吗 没有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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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那天回来窗 有没有被打开过 说好的 没有打开过 你注意看啊 窗户是从里面往外面撬的 而且窗台上你看 还有脚印 对吗 这你从我来出来 一个人吗 他就落网了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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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从里面往外面撬的 能理解吗 你看 所有该出现的地方都出现了 就这个放项链的柜子你看 嗯 谁的指纹 那他家里人的 哪一个家人 那是不是肯定家小孩嘛 该不会是说 你好好想一下啊 这个柜子是家长最隐蔽的空间 这里面是没有小孩要的东西啊 是 那他为什么会碰这个柜子呢 除非 对 装备不错啊 必须啊 你要放服务器里面卖剧器嘛 得卖好几万咯 我刚买我就五六万 我说这种想啥谁我啥谁 来来来来先别杀人 啊 来我关局的看到没 杀人犯法呀 那不废话吗 杀人不犯法吗 来跟我们走一下啊 啊 警察叔叔 我没开外挂 项链呢 啥项链呢 你偷的项链 我没偷东西啊 我来啊 小伙子来来来来我跟你说啊 盗窃数额巨大的 那直接可以刑居了 嗯 但是你入室盗窃 跑别人家里面 嗯 那是最佳一等 我没入室 那是我 你接着说 来 舞台给你 哎 你不是出差吗 怎么跑来接我呢 哎呀 客户他妈改期了 不去了先 啊 李宝东 爸爸接电话啊 特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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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啊 我点个外卖 点啥外卖啊 我们一会儿回家收一下 出去吃 哎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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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我该吵我透透气 哎呀快把窗户关了吧 收拾收拾去吃饭了 嗯 好 走 马大姐 这是你相念吧 哎呀 哎呀 对 哎 这这从哪找到的呀 哎 哎 谢谢你没喝醒你啊 啊 不不不不不不 啊 不不不不 不是喝醒你啊 啊 谢谢啊 好了好了 马大姐你别激动啊 根据规定啊 家长要追究责任的话 照样拘你 懂了没有 哎不不不不不 不追究不追究 我回去就花花教育他 走 走 快去把大伙师傅 王康铁 是不是你手机 不是 我说你没事了 你跑人家家里面干嘛了 按照规定啊 你要闯着人家家里面 饶饭坛生活秩序的 照样要拘你的 懂了没 好了 皆大欢喜了啊 都搞清楚了 好吧 非常感谢你们两个的配合 好 辛苦 许多的事情 你都不要去强求 该来的回来 该走的他还要走 该有的你会有 得不到你就放手 到了一定年纪你会看透 形式很简单 虽然我们有很多证据 但是 你不要给人家牵着鼻子走 懂了吗 李队 刚刚出现那三人打起来了 怎么办 能不能摆 我给你帮你了 帮你帮你帮我 得到了吗 我才能不能来